证明了清白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呀 大人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谭林音做牛做马 一定会回报你 你算算 还能回报得起吗 那怎么办 你说吧 只要你说出口 我都能做到 可是我心中所想 你未必清楚 陪让你是一个笨蛋 大家看啊 我们的妙先生来了 我知道你在乎你的读者 而且你也很介意那些流言蜚语 怕他们不信任 所以就带你来见见他们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 可我不是一个好适应 我说是就是 妙先生 你上来 跟我们的读者 说两句 好 好 上 走 来 妙先生 请回 欢迎妙先生啊 欢迎妙先生啊 欢迎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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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 其实我就是写画本子的妙妙生 我也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我一开始写画本子 就是为了赚钱而已 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 没有那么多人喜欢我 但是正是因为你们的喜欢 我才知道 女子也可以自己挣一番失业 谢谢你们喜欢我之主 永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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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我们女子不比男子差 我还要感谢一个人 虽然我给她惹了很多麻烦 但是 她一直都在无条件地包容我 是她让我知道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呢 她有点自负 她总觉得我是一个笨蛋 什么都不懂 其实我都知道 你偷偷笑的时候 我都看见了 你哼小犬上牙嫩的时候 我也看见了 你情不自禁说得压的时候 我也听见了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你才是笨蛋 唐飞龙 你是不是喜欢我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可不能反悔啊